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有的时候放假日恐怕也是你很忙的时候 对不对 其实像博物馆这样的社交机构 放假日才是最忙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人最多 那如果能够在博物馆现场看到的话 像我们上个周末刚好就是高中志工回娘家 高中志工回娘家就智入了是吧 来说一说吧 我之前你也不住了 对大真兄啊 科普管的志工其实帮博物馆撑起半边天啊 到今年为止 科普管的志工大概有1450个人 每一年就正在服役的 正在服役起来1450 将近1500人啊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团队 但是呢 这些团队里面包含了年纪比较大的 退休以后来服务的人 但是也包含了高中跟大学生 那年1988年 这个这个馆成立于1986年嘛 88年89年开始的第一届志工 是 在前两天周末的时候 都回到科普管来看当年的 他们的纪念影片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传承 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 是 这些志工他们把自己的时间资源 投入在博物馆上面 其实又得到很大很大的回馈啊 大批的去招募志工 可以解决某一些地方 很很关键性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 所以他必须要专业技术的时候 是没办法 对 多半你说现场服务的一些 简单的工作啊 许多志工都可以做 可是呢 科普管的志工 其实深入了每一个研究群组 帮忙去清修化石做标本 然后帮忙做研究 然后做好多 博物馆本身的收藏研究的工作 那些志工 有些一代十几二十年比专业人员还来的专业 是 看的是很感动的 好的 我们今天进入 孙卫星谈天的话题 第一个要谈的就是 大陆有两名太空人 顺利进入了天宫二号 在将近两天的载轨飞行之后 神舟十一号太空船 今天凌晨三点三十一分和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里头 这个自动的交汇对接了 谈一谈这个过程 我觉得大陆当然这个是是大陆非常认真宣传 然后强调的一个一个新闻嘛 但他用的名字也真有趣 大纯说你看到没有天神对接啊 天神对接 天宫跟神舟 对 当然对接载轨这个自动能够交合 结合在一起啊 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技术了 他们无论是你说美国欧洲 苏俄跟大陆都做过了很多次了 那结合了以后呢 这两个太空人 一个叫景海鹏 一个叫陈东啊 就从神舟十一号 他本身自己的返回舱 进到了轨道舱 在从这个轨道舱的开了门以后 进到了已经在轨道上 在那边从中秋节开始 在轨道上运行的天宫二号 进去了以后呢 就把门打开 你会想说万一门开不了 忘了带钥匙 怎么办 门开了以后 留下历史镜头以后 就进到天宫二号了 开始他们三十天的生活 那这三十天生活里边 有不少有趣的实验 跟行为可以做的 可以谈一谈 预计他们会 从事哪一些方面的实验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 一个尖端的一个生活的 因为它其实有好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新闻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是 有不同的用心了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说 大陆上想要从太空 直接看到海底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大陆在侦测反潜的能力上 一直是很薄弱的 那那都是 技术都掌握在美国 欧洲苏尔的手里头 那大陆可能想换一个方法 直接从太空看到海底 那就说在天宫二号 像有人说了 有这个一期那个一期的 但怎么分析起来 就发觉不是很实际 因为天宫二号的任务 寿命只有两年 你要花大钱 大资源 把军事敏感东西摆上去 只有两年的时间 根本就是不够的 那我们就不谈军事这一块了 生活上这一块呢 大陆说他们在 在天宫二号上养残宝宝 吐司节俭 已经节俭了吗 对他已经开始节俭了 潘宝宝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 他的脑机交互作用的实验 对这个我想多讲一讲 好不好 脑机载轨的一个实验 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脑机交互实验 也就是说 你开始用你的脑坡 去控制电脑 控制机械了 那这个在地面上 最近这些年发展的很丰富了 不得不又回到 科博馆的脑中乾坤的展览里面 那里面就会有展览是 头上戴上一个脑波侦测器 它就侦测你的脑波的变化 然后做出相对应的表现来 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叫猫耳朵了 它就长了两个猫耳朵 出来戴在头上 样子挺可爱的 但它会侦测你的脑波 如果你的脑波是 非常专注的搜索四周的话 那个猫耳朵也会竖起来 收索四周 那如果你是放松的耳朵 就垂下来了 也就只有这样的差别吗 那如果在太空中 完成那些精密实验 所需要的各种 各种脑力的激荡 当然它现在是做 比较简单的东西 就看脑波能不能控制 地面上的脑波应用 其实已经是让那四肢瘫痪的人 能够用脑波去控制 自己床的仰角 然后去控制 把东西拿过来的 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脑波是可以控制 你面前的机器人 跟面前的自动车 可以帮你做服务的 那甚至最简单的是 电灯开关 以前我们在展望演讲 就做过了 那现在在太空 在太空上面 一方面是体力是比较疲累的 另外一方面思考是因为 它的环境不同 思考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它的脑机交互作用 仍然能够成功的话 以后上太空 就除了你自己机械 跟手动的能力之外 又多了一项脑子 可以控制的东西了 除了脑机交互实验之外 好像还要种菜 他们选择的生菜的种子 好像它的生长周期 正好是30天 也就是太空人 在天空驻流的时间 对 就是它刚好 你挑了个30天成长完毕的 这一个生菜 它也不就在这儿不吃了 不像那个美国太空人 Scott Cattie 记不记得 紫色生菜 拿起来大嚼特嚼 它只是把它 种完了以后 再把它带下来 看看在太空里面 发展出来的生菜 到底情况如何 它找的还是种的 残宝宝那就飘在空中了 蛮好玩的 是 除了这个之外 残宝宝吐丝节俭 好像这个过程 还有一些复杂 包括选什么样的残宝宝 到太空中去 是吧 对 选残宝宝 比选太空人还来的也是 是 它选了6只上去 从4000多条残宝宝 选出来的 大尊兄 你小时候养过蚕没有 有啊 当然有 我们上课的时候都要养 对 我还记得 我们把残带回家了 我是老觉得 把它关在一个铁盒里头 或者硬纸盒里头 它呼吸会不顺 我就直接拿了个 保力笼半开的 把残宝宝养在里面 上面盖了卫生纸 第二天起来都不见了 都跑了 对 但是它这个 进了太空的残宝宝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子的生命 在上太空的时候 本身就会受到很强烈的重力的挤压了 那残宝宝又很脆弱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穿了太空服了 是 能让它上天的时候 经历到的那种重力变化 能够抵消掉 消除掉一些 可以解释一下 它的太空衣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叫聚安之海绵 聚安之海绵是有一定压力的 所以是从四面八方绑在残宝宝身上 它就可以去抵消那个重力 那个重力压你的时候 你就往背 是像你重力往上起飞的时候 人是被压到椅子里头去的 那椅子如果能够是软一些 能够吸掉那一部分重力的话 会比较好的 是 是这样子 然后它是飘在 问题是 连残宝宝也会觉得很confused 因为它是飘在空中的 是 要跟四面不落地的 但是现在看到在这几天精心呵护底下 已经在太空屋里面开始吐司了 他要吃的丧业不是也漂浮着吗 他们如何去寻找他们的食物呢 他们还有排泄物对不对 对排泄物也漂浮着了 这蛮好玩的 所以这太空人 在天空二号里面可忙活的 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得要整理清楚 也要想办法拿着那个桑叶去喂他 也要想办法去帮他清理 漂浮出来的排泄物啊 所以那还 养在太空里面养残宝宝 大致就已经点出一个关键了 可不像在地球上那么简单 你搁那也过夜也没事 他是需要辛苦照顾的 是 但是在失重的状况之下 这残 他吐司的习惯会改变吗 这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要看他本身 那个残本身吐司的结构 会不会受到无种粒漂浮的结构的影响 然后残的品质会不会改变 还有就是残丝 会不会比较粗了 或者比较细了 是吧 都有在观察 好 另外我们一个题目 关于跟欧洲的太空总署 ESA有关 他的火星天文生物学任务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任务吗 他的这个任务是欧洲跟俄国合作的 他叫做ExoMars ExoEXO其实指的就是地球以外的一切东西就叫做Exo 那这个时候ExoMars 他把它翻成是天文生物学的一个大计划 那这个大计划里面 最近刚刚发 刚刚出去的 也就是 今年上半年发射的那个叫TGO TGO就是一个微量气体侦测卫星 微量气体的 就是专门去侦测微量气体的轨道卫星 就是 对对对 叫Trace Gas Trace Gas TGO 那个Trace的意思就是少量的东西 是 少量的气体的侦测的 的 的 Orbiter Orbiter 那结果呢 这个TGO飞到那边以后 就把一个灯物艇扔下去了 嗯 他就像上一次欧洲人所做的灯物艇 你记不记我们说过好多回 在2003年呢 哎 他把一个小猎犬2号给扔下去了 是 而这个小猎犬2号 仔细看起来还真的很可爱 为什么 他像是一个折叠的怀表 嗯 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怀表很帅的 民国初年的人啊 像大尊一样 从腰里掏出个怀表 然后手那么一弹 他的表盖就打开了 对 但是呢 这一个小猎犬2号呢 他打开以后呢 不是一个表盖 是五片 嗯 打开以后 有一片是主要的仪器 嗯 另外四片是太阳能板 是 那中央也是太阳能板 所以打开以后呢 那个主要仪器会伸出一个 钻子来一个摇背啊 是 钻它四周的土地 它不会跑 这个车子不会跑 这个这个小猎不会跑啊 但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扔下去以后 就没消没息了 嗯 经过了十年 在2014年底的时候 终于让美国 NASA的太空船给找到了 哦 它原来是只打开了两页太阳能板 啊 遮蔽了它对地球的联系 然后也没有办法太阳能板充电 是 所以小猎犬2号摔下去就死了 嗯 所以他们在 在这个 小猎犬其实就是米格鲁 台湾叫的米格鲁啊 是 所以我觉得大真凶是不是B狗 小猎犬叫的B狗啊 对 但米格鲁是不是又是B狗的日文发音啊 哎 这个我不晓得 好像是B狗鲁 嗯 对不对 就B狗鲁就是B狗了 好 台湾人就把它叫做米格鲁了啊 反正就是我们知道 Charlie Brown Peanuts卡通的那小男主角嘛 哈哈 米格鲁吧 米格鲁啊 小主角 但是你知道 他网络上出个好玩的事情啊 因为找到了这个 B狗2之后呢 有人就在火星的地表上面 画了一个倒在那边 倒闭的小猎犬啊 嗯 好可怜 那这是上一次的欧洲的 的工作失败了 登陆失败啊 母船成功登陆艇失败了 嗯 那隔了十年之后呢 欧洲这一次用非常谦卑的态度 跟卑微的语调说 我们只要把它放下去 成功登陆就好了 嗯 这次的登陆艇叫做Sciapallelli 嗯 大主人 你记得Sciapallelli 是意大利天文学家吗 是 当年他观测了火星表面 发现有很多线条 嗯 所以那Channelstein 他的意大利文叫做Ganali 嗯 Ganali传到了美国人 把这个I扔掉 就变成运河了 就变成运河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登陆艇 就用Sciapallelli 这个天文学家的名字 啊 没有想到一路扔下去的时候 有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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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表面还一分钟 那就没讯号了 嗯 那没讯号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 还是Call NASA 嗯 ESA叫NASA帮他解决问题 对就是Call NASA 你帮我找一找吧 嗯 结果NASA的环绕火星太空船 就在这两天就找到了 嗯 原来他那一个Sciapallelli 可惜的是 离地面还有三四公里的 高空的时候 他的逆向火箭就 不正常关机了 嗯 就直接自由落体 砸下去摔到 又摔坏了 又摔坏了 对 但是NASA的太空船 还是把这个东西 给找出来找到了 不需要再花十年才找了 嗯 所以这又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也很可惜了 是 呃 这个是火星天文 生物任务 所以 整个任务也就等于 还没 也没开始 对不对 整个任务是2016 2018到2020的 到2018 欧洲跟苏尔 也希望在火星上 弄个大车子 跑来跑去 像美国人一样 嗯 那2016年呢 就是TGO 加上这个Sciapallelli 是 2018年是车子 2020年 就是要开始做 样品取得了 嗯 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 嗯 但是欧洲这个 今天这个Sciapallelli 还是一个 比较大的挫折 那么 呃 在 好像 进入 火星上层 大气之前 印度 也有 也有 也有参与 是吧 就是他在 观测这个Sciapallelli 登录器的讯号的时候 嗯 好像由他发现 说是 是 是 讯号不对 是吧 呃 那是因为他在全球 美国人跟欧洲人在全球都有大型的天线啊 哦 不是属于印度的 对 不是属于印度的 但是上次我们说了没有 印度跟日本也是要去火星的 对 日本去了希望号 结果失败了 嗯 印度也打算去 然后中国大陆在2020年会发射太空船 嗯 所以那个20 前一阵子奥巴马 奥巴马不是说了吗 是 其实他已经快要卸任了 他还是说2030年到2035年之间 美国人要把把人送到火星上 然后把他安全的带回来 嗯 嗯 呀 所以听个话听起来像当年盖莱迪讲的内容差不多的 是 好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ESA的Sciapallelli登录器 坠毁这件事情 呃 还能寄予其他什么样的期待吗 比如说残骸找到了 那么有可能发现哪些问题吗 我说这应该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技术问题了 嗯 也就是逆向火箭提早关闭的问题 以前美国人在火星表面呢 嗯 也也干过这种事 1999年的时候 哦 那他这个是 这个残骸用不上 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他撞上去的速度 时速将近300公里啊 嗯 他说甚至里面所残留的一些火箭燃料啊 因为这个小东西是有带点燃料调整方向的啊 撞起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爆炸 就爆火的 哦 他真把火星人吓了一大跳 嗯 好的 我们稍后片刻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身为新谈天单元 我一新兄 国立天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 在我的线上 我们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题目 呃 木星探测器 猪诺号 故障了 怎么看起来这个礼拜 有点 有点晦气啊 哈哈哈哈 也没有 这种事 反正是尖端研究嘛 嗯 很多呃 新的问题啊 挫折啊 什么的 反正是出现 就想办法解决他 就是了啊 嗯 呀 猪诺号 我还记得是在 我们今天 看得到暑假 初开始谈到他顺利入轨啊 哎 七七月份的时候啊 是 还挺高兴的 那猪诺号 其实是木星的老婆嘛 嗯 就为了他太啊 嗯 去研究了 那结果猪诺号呢 在前不久 就是运行有一点故障 是 所以他原来想修正轨道了 没有修正成 嗯 但还好 后来又想办法 能够重新把它调整过来 他的轨道 变成一个圆形的轨道啊 嗯 但是呢 后来又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让他的电脑进入了安全模式啊 哦 大神兄 看到电脑上进到了safe mode 就会担心了啊 对 电脑真的要自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主动把自己摆到那个休眠 安全的模式里面去了 但还好 他们现在 呃 至少猪诺号的负责的团队呢 还说 这其实没有关系 那他还是可以顺利的 重新从那个安全模式里面 返回正常模式 嗯 继续他在 木星周遭的任务啊 嗯 我觉得 这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是因为 他在 2011年发射的 一路这样过去 哎 到现在为止呢 好像出问题的 过程并不多 但到了木星附近呢 我想那个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嗯 我第一 我第一次看到他准备绕木星表面的高度 真的觉得很惊讶 怎么说 他离木星表面只有他的木星云层顶端 因为木星没有个表面 它不是个硬的东西啊 离他的所可见云层的顶端 大概只有4600公里啊 4600公里啊 对 但是木星本身呢 他是比地球直径还要长11倍 大11倍的东西啊 我们的地球是12800公里的直径 是 木星的直径是14万公里 嗯 14万公里一个大球 嗯 你只是在4600公里上面啊 嗯 如果14万公里的话 那1.4 14000公里就达了十分之一了 是 那 4600公里又是1.4的三分之一 嗯 所以是整个木星的三十分之一 是 也都是你弄了30公分的一个长木头来 但是在那个木头的顶端的一公分的地方绕着它转 嗯 这是非常非常贴近木星的 是 那木星本身有这么强大的重力 长有那么靠近 它的潮汐底其实蛮大的 嗯 所以这个太空船真的蛮结实的 是 也难怪偶尔出现问题的 倒是可 可预料的了 是 它就是要对抗木星强大的重力嘛 好 对 对 那是 所以运行的过程之中 你说发生故障 那这一类的由于重力很大 那产生的故障 有一定的模式吗 呃 还好 他们就反正发生故障了以后啊 那就会诊 任务团队会诊以后 呃 修复了 修复以后 它必须要随时面对太阳 对不对 呃 对它如果面对太阳的话 太阳能板可以持续充电 那能够保持它有能量的来源啊 配合它本身上面的加热器 就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嗯 嗯 那也就是 这些太空卫星 他们有好几种不同的 挽救自己生命的方式 那现在 他们在10月下旬的时候 10月24号左右呢 让诸能耗从安全模式中离开 回到正常的操作模式 是 他说现在运作良好 那就大概现在 11月初重启啊 嗯 12月上旬 它再会经过 非常接近木星的轨道 开始要修正轨道了 是 就真的要进入一个 完美的14天的一个 科学轨道了 嗯 所以我想 往后这几个礼拜 也还是科学家 心脏压力很大的时候吧 对 朱诺号会在距离 木星云层顶端 大概4600公里的地方 绕木星 33圈 嗯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也就是它 目前的任务规划的寿命 出上它每一圈 需要的时间啊 嗯 嗯 木星真的是比我们大很多 是 是 所以 这个呃 问题是将 呃 美国将农总署 呃 对于对于出现故障 这种事情 呃 好像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 他如何去 呃 说服 呃 包括美国公民纳税人 呃 怎么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想 NASA一路走来 这都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你说 当然外面会有严重关切 说到底你们自己做的工作 是不是做对了啊 嗯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 这种pioneering 前驱者 脱荒者的一种 一种工作呢 很多时候 你要到了那以后 才发觉问题出在哪里的 嗯 我就在想说 你上次我们不说了没有 说俄国的太空站啊 其实他们上面仔细看了以后 他到最后准备要坠毁的时候 控制坠毁的时候 是 那上面简直是老旧到一个 老旧公寓的感觉了 嗯 跟太阳能板都被 上去进运步的太空船给撞坏的 啊 撞过的 所以 我也想很多时候在太空里面 或者是到行星旁边做研究 那些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 嗯 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呢 至少 未来我们在有 在人的太空船 如果有一天正当木星去的话 他就知道他会相处在什么样环境里面了 嗯 呃 是 呃 太空国 这个名词你熟悉吗 哈哈 我觉得 真的很好笑 太空国宣布建国了 嗯 那反正 这阵建国也都挺敏感的 嗯 但是你搞太空国建国 那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跟你过不去的 因为你并没有踩到任何人的脚啊 嗯 但是有趣的人 这是创始人 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太空科学委员会主席 哎 哎 呀 所以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 他不但要创建一个太空国啊 嗯 他并不是说创作太空国在自己家里电脑室创建国以后去卖那个土地啊 赚钱啊 嗯 不是卖土地赚钱 是 也不是发给你个证书收你钱啊 而真的是想办法找了钱做一个太空船发射上去啊 嗯 准备在地球周遭建立一个太空站 嗯 那建立太空站以后呢 打算要接受十万人成为太空人的公民 嗯 太空国的公民 对 太空国的公民啊 那如果有了十万人成为太空国公民以后呢 这个人呢 埃雪贝利啊 他打算跟联合国申请一个入籍的会员国 嗯 所以他要做入联的工作啊 可以跟台湾先请教一下啊 所以对 他很可能 哎 他如果这个事情搞到十万人 我觉得不会太难 可能还比台湾先进入联合国 对啊 对对我们来讲太侮辱了 没什么反对他啊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 他其实提了很多 如果大家要上太空的话 需要做生理上的什么样准备了 嗯 但是我觉得好笑是 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是可以招募公民的吗 嗯 你不能说他没有领土啊 他指哪打哪嘛 他是一个小小的太空站啊 嗯 但是公民是不是可以招募 应该可以招募啊 因为大家 当然 从从 重庆他的理想都可以加入这个太空国啊 嗯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叫埃雪贝利的计划创始人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 应该还是为了宣传太空科技 或者是太空科学 从事教育 呃 也是啦 他是要开拓太空技术啊 保卫地球 嗯 他说他希望未来这个太空国呢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是要能够保护地球 不受外面来的小天体撞击的 嗯 同时呢 太阳本身如果有药斑 闪焰药斑爆发了 那高能辐射能够被太空国的 外面的防卫层挡住 嗯 要组成一道防御盾 听起来越来越熟悉 好像科幻电影里面的东西啊 所以他还是对地球本身是相当友善的 对对对 不是只有去卖那个太空 我就不知道他交了那个 要不要交税啊 还有啊 他好像他也有一项任务是要阻挡太空垃圾 对对对 就是怕小东西撞地球嘛 不过这个话说是好说了 嗯 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这个资金跟技术 能够建构一个地球防护王来阻挡这个东西呢 要说也是说 大师兄你你登高一呼 恐怕也不少人会聚集在你 会一下成立一个国啊 你不要开我玩笑 我登高一呼都被砸下来 我要问你的是 这个国家是有一个名字的 我发现它叫Asgardia 是吧 A-S-G-A-R-D-I-A 有时候你会看Asgardia 刚某人看这个字 以为它是像Astronomy跟Guardian这个字啊 但实际上是北欧神话的天空之城啊 是 哇 这都好玩了 呃 对 这个Guardia Guardia就是城的意思嘛 以前比如说像黄金之国 哦 哦 对对对 AsAs就有这种太空的意思了嘛 是 对 Asgardia 这是它创造的一个名词哈 对 而且它是向往可能古希腊上古的贤责之国吧 嗯 一群领导就是科学家工程师 法律专家跟企业人士啊 是 然后再招募十万个followers 嗯 也有意思哈 阿加底亚 那就是黄金之国 或者净土 就是这一类的 哦 哎 他们还准备在201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呢 对啊 对啊 他们准备第一颗卫星设上去 问题是说 你后续的资金到底能不能到位啊 嗯 应该我相信这个Asgardia 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吧 你成立一个国 不能说搞三五年 十年八年就结束了啊 嗯 那你长远的计划 到底多少资金 发射多少太空船啊 你要想说保护地球 那你要拿出本领来啊 呃 另外一方面 这个从事保护地球任务的 这些个太空国国民 不要忘记 没有重力的环境 对他们的骨骼和肌肉 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对 在国际太空站上 待两个礼拜 你肌肉纤维就少三分之一 这恐怕是太空病夫啊 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啊 所以在太空上面 都是持续每天 要做两个小时的运动啊 嗯 所以我就想那残宝宝啊 他再跳回来 他没法做运动啊 问题是 嗯 所以你说残宝宝 你在地球上面 能把养的肥肥胖胖 挑的肤色特别白 特别健康活跃的啊 嗯 带上太空去让他吐丝了 是 那未来是你如果从最小最小的 开始出生的话 他能不能活过这个 失动状态的一个长时间 到他能够吐丝为止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啊 是 另外 科学家不是也警告过吗 说长时间 在太空深处居留的时候 会接触到宇宙辐射 可能会造成认知功能的障碍 跟那脑瘤患者的症状 或失智症差不多的 对 因为宇宙辐射在没有地球大气的 阻挡底下是蛮可怕的 我们的大气跟我们的磁层 可以把中性的粒子跟带电粒子 把它带到别处去 所以人类可以 生物可以在地球表面生活挺好的 到太空以后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那个宇宙辐射 从外太空来的高能辐射 对于整个太空船里面的生物 跟人造成什么样长远的后遗症 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呢 是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待会儿可能还可以 谈谈老鼠的问题 稍后一片刻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排比FM98.1 News98新闻 今天星期二 孙伟欣谈天单元 文欣兄啊 大神兄 刚才讲到 长期在太空之中停留 在处于无重力的环境 以及高能辐射的影响之下 可能严重的话会造成失质 而且无法逆转 好像有一批老鼠 被拿来做了实验是吧 对就是老鼠的实验 也可以上太空去 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长期在太空射动状态底下 因为人本身 你想办法去做运动 让它维持它各方面的平衡 但老鼠就没有办法 你可以叫它去跑 跑那个滚动楼梯啊 是 但它长期下来 它的学习跟记忆的测验啊 六个礼拜以后就不行了 等一下 我对于这个好奇的原因在这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有一条新闻说 NASA送了一批老鼠 到了太空里面六个礼拜 不止NASA 恶果啊什么 他们都有啊 很早很早就把生物都往上送了 结果这些老鼠在学习方面 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就 很标准的实验 标准实验 就让老鼠走迷宫啊 让老鼠去学了 怎么样去找食物啊 在太空里面吗 也一样 也一样 可以让它在太空里面 想办法跑来跑去啊 它不是失重状态吗 对啊对啊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 规范在一个环境里头啊 那还是可以 借由它本身的那个 那个碰触到旁边的环境 然后让它可以去 可以去那个移动嘛 嗯 但移动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像地球上那样子 仍然充满了好奇 在地球上它跑得可快乐的 嗯 尤其是那种迷宫实验 一个地方不行 马上就回来走另外一个地方 有些老鼠跑着看 那迷宫实验真的很可爱啊 嗯 到最后会找到食物在哪里吧 所以是创造 在太空船上 创造一个有重力的 有限的小环境 让它们可以那样 是吧 呃 也倒不是说有重点 而是说它如果的那个环境 是比较窄小的 它其实四面八方 拨的东西 它就可以往前进的 嗯 它靠着人 飘在那个地方 也是一样啊 哦 你旁边一拉一扯 你就可以往前飞嘛 嗯 那老鼠可能上去 过不久就习惯了 它也可以动动以后 弄了旁边 它就可以往前跑嘛 是 那它这样的环境里面 它到底是不是还有 找食物的欲望 就不知道了 是 直到现在做实验了 发觉它记忆会受影响 学习也会受影响 嗯 我跟其他家长 谈到这个事 他们说我们孩子 不用上太空啊 他记忆跟学习就不好 哈哈哈哈 你常常 老实讲 常常滑手机不睡觉 大概也会出现 类似的结果 大脑神经元受损 出现记忆缺陷 焦虑 焦虑 是吧 忧郁 决策能力受损 是吧 对啊 我们都常常听到的嘛 哎 不过 虽然NASA正在研究 隔绝辐射的保护材料 哈 我还是不得不回到一个 我个人觉得 非常肤浅的小问题 那听一下 你想想隔绝材料人 太空人好了 戴着那个手套 他能绑鞋带吗 很困难的啊 就是说他 他怎么操作那些精密的 这个仪器 或者是 采取比较细致的活动 其实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要训练 你自己能够做 很精密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他本身的那个手套啊 跟你的太空衣 宇航服 要越设计 越精巧 越贴身的 不像以前 那么笨重了 越来越简单 让你能够操控 你可以学的怎么样 绑鞋带 甚至就是拿东西起来 能够喝 能够吃的 解决问题的 所以这 这都是在双向的发展了 可是 Matt Damon在火星救援里面 看起来还是穿的非常 笨重的 厚重的 而且隔绝他行动的衣服 对啊 那是2045年 设计是2045年了 不过大直凶 2045年应该也很快啊 是啊 为什么 因为当年回到未来 就已经预测2015年 小熊队要拿冠军 不是吗 可是今年看起来 还不见得 对 机会不大了 只有15%的可能 是吧 好 地球在15年内 可能会面临小冰河期 这个研究引起了辩论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题目 对 上一次我们好像有提到过 这个事嘛 是 因为过去曾经有过冰河期 太阳表面的活动 降低的时候 地球会受不了的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次 再提出来说一下 也就是因为有一个 英国的数学教授 他提出了一个预测 这个女教授预测 是说往后再过不了多久 太阳本身的死活动 15年之内会减少60% 减少60%对地球的影响 就是地球会进入小冰河期了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这个研究 现在出来的话 就有点像电子邮件 对Hillary Clinton的效果 是一样的 就是你现在大家努力的 想办法节能减碳 是 通过的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通过 要55个国家签约 然后55%的排碳量 是 可是呢 其实现在大家努力 已经基本已经达成了 巴黎协定11月就会通过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告诉大家 你通过的结果 让大家把能量减下来 温度减下来以后 反而会面临几十年之内 十几年之内的地球 就进入寒冷的冰河期了 大家会马上放手说 那千万不要再去 抵抗全球暖化了吧 有可能会妨碍 这个叫抵抗全球暖化的 原来的运动 对对对 有很大的政治意涵在里头 所以这个研究 一直没有办法 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了 但是这个科学家 所做的预测 很多人不是同意的 所以只让大家知道 有这么回事 说地球可能在2030年代 进入了一个历史数十年的 新的冰河期 那在唐末五代到北宋 以及康熙时代 都好像根据中国的历史记录 出现过小冰河期 对对 这是全球的事情 对 可是大家也都好像顺顺顿顿 活过来 似乎没有那么可怕 这对历史学家 或者统计学家 只是个数字吧 但是我想当时 那个民生凋敝的状况 应该是很实际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历史上 现在开始研究 发现好多改造患 但是跟气候变化有关系的 五代有可能 康熙时代是个盛世 经济条件还不错 另外有一条轻松一点的新闻 太空站直播感动了27万人 但是这一条直播影片 看起来有点问题 它其实是个假的 这是假的是吧 海涛说的 它摆在Facebook上面 Facebook做一个太空站上面的直播影片 有太空在漫步 然后太空人的工作什么的 大家都去按赞 然后看得好爽 几十万人在看 直播片段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然后后面接着什么 卖面包 卖玉米 不相关的话 后来 那欧洲太空中心 或者是美国的伊萨 NASA 都说了 他们不会在脸书直播 任何太空站活动 所以这是以前的 这是恶搞的人 把以前的太空站的影片 剪接了一下以后 然后在脸书上号称是直播 骗人的花样了 是 总之若非假的 就是我们的眼睛 业障太重 人类的遗体 如果遗弃在太空之中 可能会为其他的星球 带来新生命 这个有点恐怖 好像僵尸片 我们下一分钟 讲一讲这个 对对对 我想一方面讲 这个一方面讲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讲说人类 如果万一人类以后 就死在外太空了 那它 这个身体上所带的微生物 或许是别的星球上 生命的来源了 这是反正大家听听就好了 是 那回到刚刚我们讲了 你说太空人在太空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太空人回到了地球 三分之二人会有 背痛之苦 然后罹患椎间盘 突出几率是比原来高了四倍 后来弄清楚的 就是因为 你在太空里面 脊椎不需要用力了 脊椎旁边的肌肉 会萎缩大概20%左右 是 脊椎旁边的肌肉 所以 其实大臣兄 我觉得很多事情 现在是正 准备的被发现 关于太空旅行 是 因此 开始 感谢观看